最近汽车圈的风是越来越有娱乐圈的味 尤其是小鹏和华为的那个AEB话题 隔空喊话加社交媒体叫风 那叫一个精彩 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 简单来讲就是何小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称某个友商 很多AEB测试的小视频都不是官方发布的 真假不知 同时这个友商AEB路上误杀车情况太多了 虽然没有指名调性 但是何小鹏的言论显然是引起了华为余生灯的不满 随后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表示 有的车企一把手 连AEB都没有勾动 还做智能驾驶 同时也批判友商的AEB成绩差 随后这场闹剧就引起了更多车企大佬下场 有采华为的 有蹭热度的 当然AEB这个话题也算是又活起来了 就新闻而言 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的营销 AEB 这个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进行安利的功能 可以获得更多的传播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热闹 就知识而言 其实包开他们对话的那些营销话术 还是说出了一些关于AEB的关键点 比如说无刹车 比如说AEB成绩 先说说AEB成绩 AEB主动紧急制动这个功能 其实是可以用测试成绩去了解的 就以支加实测2023年AEB测试的结果来看 我们通过三个维度 追尾静止甲车 移动电膜 儿童鬼探头 对120多台车进行了相关的测试 抛开没有AEB功能或者是非辆车车 我们得到了100多台车的成绩 详细的单车成绩 大家去关注支加实测栏目 或者说进入我们的产品页进行查询 下面我要讲的是目前大概的一些情况 先说说模拟道路追尾的情况 追尾静止甲车 我们是从10公里每小时开始测试 最高到70公里每小时 有些网友会问我们为什么不测试更高的速度呢 其实AEB的优秀并不完全看最高刹停的速度 这是一个综合考量的问题 通常测试机构会根据车祸事故的概率来进行划分 行业内大多集成在50到60 我们做到70已经是完全足够的 具体的测量解管上看 超过30%的新车可以在70公里每小时避免碰撞 而在50公里以上呢 通过的车型则直接上升到了77% 由此可见大部分配置AEB功能的车型啊 中高速的表现是越来越好的 其中温记M5小鹏G6都能通过70公里每小时的测试 同时拥有不错的预警能力 表现不好的车型则集中在海外品牌的传统燃油车 比如朗一卖腾等等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移动电膜的一个情况 先说几论 移动避障显然是AEB的难点 面对电膜这类中国道路常见的交通参与者 大部分车型表现欠佳 100余台车移动电膜的通过率只有41.9% 而未通过的概率达到了42.8% 还有15%的车型会减速 但是无法完全的杀停 本次话题里交锋的问记和小鹏呢 其实在移动电膜项目中都表现的可圈可点 问记M5 M7小鹏G6都通过了测试 实际上通过的车型中 70%的车型来自于中国车型 像阿维塔 理想 极客 都有不错的表现 当然也有超过42%的车型未通过 这里中国品牌和海外品牌各占一半 而从鬼探头的成绩则相较移动电膜 有了一定提升 有接近57%的车型通过了测试 小鹏 问记同样也是通过测试 总的来说 面对移动避障 AEB目前还是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中国品牌则普遍在移动避障方面 投入更多 提升也很快 误刹车也是AEB功能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现在的车企在调教AEB功能的时候 更多遵循的是宁愿不刹车 也不能误刹车 因为AEB启动的时候 已经是在危险的场景了 况且在高速下紧急制动 其实更容易产生车辆失稳 造成危险 所以说了这么多 真正AEB安全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在减少误触发的前提下 去覆盖更多的使用场景 另一方面防范剩余救灾 更准确的预警机制 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 降低事故的发生 而对于更高速度的行车场景 或许 ACC加AEB会带来更舒适和安全的使用体验 当然我们还希望尽量不去触发AEB 任何时候安全驾驶才是第一位